Hello, 我是Robin 欢迎你来到Mixodas Music Production 一分多宗混音编曲的小提示 今天会谈谈休息 为何我们在混音时需要休息呢? 其实我们耳朵和眼睛和鼻是很相似的 我们需要休息的 否则我们这些器官都会适应环境 例如鼻子去到一个很臭的地方 你只是闻了一些很臭的东西 10-15分钟后,鼻子适应环境 不会再闻到臭味 你的眼睛也是, 如果看光的东西 很快就会逃脏, 眼睛会适应环境 再看暗影时, 看不到 耳朵也是, 如果混音时 混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耳朵也会适应歌曲的声音 令你听音乐或声音时 有些麻木的情况出现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混音时 希望最多混了一个小时 或者一个半小时 你一定需要休息 听听其他东西 听其他音乐, 吃东西 喝杯咖啡, 什么都好 你需要休息 然后再听你自己的歌声音时 你可能会有另一个清新的感觉 清晰一点的头脑 清晰一点的耳朵 来听你那个声音时 可以做出更好的混音决定 希望小提示可以帮助大家 弄更好的音乐 在下面有三本电子书 免费送给大家 还有免费的音乐制作超新手课程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入门 知道如何做自己的音乐制作 很多谢大家来收听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时候 可以赞订一下 或者追踪我的Facebook Instagram的专页 或者订阅这个YouTube频道 都可以的 今天很多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